1月1号 多伦多 今天来看一下几种冬天表现的植物 在我们选择花园植物的时候 有一种说法 咱们尽量选择四季的植物 意思就是说四季都有观赏性 观赏性还不一样 还不是说四季长青的真叶树 不是 比如我们眼前看到的 这是锥形绣球 怎么样 它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表现 就进入花期 一直到现在一月初了 它的开拜的枯萎的花头 对于花园来说 也是一种不错的装饰吧 这也是很多人喜欢拿它做装饰插花用 和它进行颜色形状反差的是两种装饰草 装饰草好像也是从七月中下旬 进入它的展示器 长成一棚一棚一棚 前面这个低矮的像球形的 半球形的这是狗尾巴草 大号的狗尾巴草 看看它的尾巴还在这呢 秋天的时候 它就是它的草头 狗尾巴是它最重要的装饰 到了冬天 看看 金黄的颜色 这种树植的呢 是feathered grass 你看它这一枝枝的草梗 让我想起鲁迅的一句话 形容它自己的头发 一根根精神抖擞的立着 冬天里的一把火 这是一种本地原生的Dogwood 中文翻译成瑞木 在夏天春天的时候 它只是普通的灌木 毫不起眼 到了冬天 就给你带来温暖的感觉 这是另外一种装饰草 毛毛草 叫Miscanthus 特点就是它的这个 大扫帚一样的种子头 它原生东亚 包括中国 那么在中国就是芦苇荡 野草一片 但是在其他国家 跑到北美 跑到多人多来说 就是花园装饰草 现在欣赏它的大毛毛 夏天的时候 欣赏它漂亮的叶子 瑞木也有不同的品种 你想想这个品种 颜色就要暗一些 就没那么亮 这一片黑黑的种子头是松果菊 它也是花期较长的庭院植物 七八月份有非常艳丽的表现 冬天在花园里不仅可以继续欣赏 而且呢 看看这个种子头已经被啃的 这是小鸟的食物 同样是锥形绣球 这个也是花形大布一样吧 如果说那个是抹布头 这个就是雷斯边 同意吗 好肥呀 好了冬天呢 几种植物 花园植物就说这么多 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谢谢收看 咱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